我之前不是放假一个月吗 现在开始重新要去上班了 就算是不在家吃饭 也不能亏待自己啊 这种肥瘦相间的五花肉 真的让我无法自拔 煎出油脂以后 再放入冰糖 炒糖彩 再加入字幕上的食材 你们有需要的话 记得点赞保存 焖煮20分钟以后 下入煮好的鸪鸳蛋 小火再焖煮40分钟就好了 为了解腻 我还做了一个 简易的家庭版柠檬茶 只需要一个苹果 一把茶叶 加上去子的柠檬和冰糖 煮一煮就可以了 最近入手了这个苏布尔 和小黄仁的联名款 扣扣保温杯 是我最爱的大爷萌神 这个扣环很方便携带 准备好它们 我就去上班了 今天是便当菜谱的第一天 后期我会出更多的 上班便当视频哦 我们下次见 哦对了 19号苏布尔京东超级品牌日 里面的厨具 全场三件八折锡哦 下期见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